刚才在新闻剪影里面 看到了各级长官都在年前到各单位勉励打气 这代表着不论在山之巅、海之兵 都有国军官兵提高警觉在为保卫国家安全尽力 没错,所谓务势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 国军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精神与态度 成为国人安定的力量 虽然在这传统节庆里 很多官兵其实是没有办法回家团圆的 可是大家都没有怨言 而是当成一件神圣的使命在执行 没错,像我从民间学校投考专业军官之后 我就深深体认到军人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在执行战备任务的时候更是感触良多 我也这么认为,那就先给自己一个赞吧 为了让国人能够更进一步了解国军战备实况 国防部特地邀请媒体到三军部队里 终时记录下国军春节捍卫国家的决心 是的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收看春巡战备专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团圆重要捷径之际 国军官兵依然驻守在全国各处 不畏天候 不跟日夜 不去辛劳 努力战训本物守护家园 让国人拥有一个平安的春节假期 为使国人见证国军勤讯精炼成果 每年国防部都会办理春节前的 加强战备媒体邀防活动 带领媒体实地前往第一线 借由详实报道 让国人了解国军部队的辛勤付出 为提升战力的努力精炼 今年国军112年春节 加强战备媒体邀防活动 分别前往陆军装甲564旅 空军第二连队 及海军左营接力等单位 并在各家媒体报道及宣传下 完整呈现官兵坚守岗位 执行战备准备的过程 让国人深刻感受到 国军官兵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 与坚强实力 今年首场春节加强战备 媒体邀防活动 在空军新竹基地展开 然而现场听到的 不是春节热闹的鞭炮声 而是换向2000战机 保卫家园的引擎声响 飞行员以精湛的飞行技术 向国人展现战机强大的战备能量 今年来 面对中共战机扰台行为不断 空军官兵一直站在守护国家安全的第一线 而第二战术战斗机连队的 幻象2000战机 同样是坚守空防的重要力量 此次媒体邀防活动 单位以飞行连队加强战备为主轴 规划了幻象2000战机课目 展现空军捍卫领空的能力与决心 加强战备整备邀防过程 第二连队借由战机飞行课目操演 以及飞行员专访 向媒体与国人展现平时训练成果 全体官兵也都以最高标准 落实各项战演训任务 使国人在春节假期中 再添加了几分安心 透过这个春节战备 希望能够传达给国人 我们空军会依照国王部的 春节战备指导 执行我们例行的战备任务 巡逻 警戒任务 秉持着为战而训 战训合一的精神 春节由我们捍卫领空 请国人安心过个好年 今天的春节 一开头就可以看到 三架的幻象2000 就紧急的渔罐起飞 在一分钟或一分半内 就可以看到三架 那其实我们相信 这个是空军的例行的 一些他们的日常 虽然当然是给媒体来展现这一块 但是无疑也是来展现说 其实要捍卫我们的空房 这个任务是非常繁重的 所以这个部分 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镜头转往第四作战区 此次陆军的春节加强战备整备 由陆军装甲564旅 担任主要操演单位 以仿真实战场景 模拟反激将作战 实施缩短距离 实兵对抗训练 结合联合指管 防空作战 联合战场情间针 联合火力打击 战车战斗队攻击 远距狙杀 战斗队形变换 及火力追击等课目 充分显示 联合兵种营 独立遂行联合作战能力 操演过程中 模拟敌军 以机架方式突击 某军事基地 我军在征搜 防情传递 与侦察识别后 迅疾反激将作战的 实兵对抗 运用包含 M1动45托式飞弹车 对敌攻势射击 CM2212动攻离 迫及炮车 实施先起火力压制 随后有 M56涡轮发烟车 利用发烟 掩护主力 CM11战车 及CM33 CM34装部战斗车 发起攻击 夺取目标 最后配合 AH1W陆旁直升机 对溃退敌军 实施火力追击 肃清阵地敌军 每位投入春节战备工作的官兵 都有着自己 肩负保国 为民使命的体任 努力战训本物 坚守岗位 以实际行动 守护家园 持衡战备训练 让全国民众 都能放心 过好年 在新的一年 我们将课尊 实战化训练要求 秉持战备无假期 实时做训练的精神 持续增进 战备整备强度 在农地春节程序 请代表全体官兵 敬祝国人 新年快乐 在此次任务中 由本牌 兼增牌 UAV组 执行战术型无人机 此战术型无人机 可对 现行战术运用 对四具外 不明目标 实施 现地侦查 并将 即时影像 回传至 指挥所 供指挥官 决策参考运用 此作战目标 达成胜利 春节加强战备 媒体腰访活动 最后一场次 来到海军左营基地 参访的媒体记者 首先抵达码头边 一旁停泊的 是刚成军的 新型两栖船屋运输舰 玉山军舰 AAV管两栖突击车 及汗马车 从玉山军舰 弦测跳板 完成装载操演后 单位于船屋内 安排各式装载装备介绍 展现 玉山军舰优异的装载 投射能力 其中 AAV管搭载的 Mk 154 Mod 1 扫雷套件 更展示其精锐战力 在甲板位置 登场的是S拐动C 反潜直升机 执行起落舰操演 海上降落与起飞 必须考验着 飞行员的操控技术 以及仰赖飞行甲板人员 有效指挥 及默契发挥 才能顺利完成操演 继续参访记者 进行LGM艇 以及AAV管搭乘体验 并抵达火牛巡场 采访登陆加强步兵牌 滨海城镇作战操演 陆战队官兵 以高昂士气 熟练的战斗技巧 与战术运用 展现勇猛票汉的陆战精神 玉山军舰现在人为 成军训练阶段 但在官兵几个月的 辛勤努力训练之下 已有相当之基础战力 玉山军舰最大的特色 为其逆踪的造型 及高机动性 多元的装备装载 及投射能力 很高兴本次能够利用 支持机会在农历新年前 将玉山军舰 展现在国人面前 这一切归功于 舰上官兵的辛勤努力 以及家属在背后 默默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将持续目的 战备准备工作 建立可视战力 捍卫海江 祝大家新年快乐 依据处处接战场 实时都训练 以及实战化射击的 基本要求 来融入我们 操演的概念当中 那各位媒体朋友 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整趟的 地面操演中 基本体能 以及个人的战绩 是实战化射击中 相当重要的一环 那也是我们陆战队 严格要求的项目之一 今天很高兴 在过年前夕 可以有这个机会 向我们全体国人 展现我们陆战队 训练的成果 就称如渝山舰老的角 就是说成品实战人 他可以担任 比如说离外离岛运输 或补给 甚至紧急状况的时候 也可以搭载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 路上机动 一些飞弹发射车 所以其实不管是人道救援 或是海军任务上 其实渝山舰都能生命愉快 就像政军高层常常对外所讲的 就是说国防没有假期 春节也不可能打烊 那透过今天这样子的方式 不论是海军他们首度的 开箱御山舰 或者是陆军的 反空机架作战 然后乃至于空军的 飞行员的质量 跟所有官兵的前列精训 跟他们本职学能 这些东西做好 那这个东西对于国人的安全 以及国家主权的东西 一定是一个坚定的保证 守护国家安全 让国人安心过年 是国军责无旁贷的使命 此次邀访活动 呈现的精实战备操演 就是每位官兵 平时训练的缩影与生活日常 国军官兵 不论任何时刻 都会持续在山之巅 海之边 从沿从南 求精求实 执行各项战训整备 随时提供国防安全 最坚实的保障 减负起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维护台海和平 稳定的重任 刚才的专辑节目里 透过军文社专业的制作 带领我们看到空军二连队的幻象战机操演 陆军5640重要目标防护与反击 还有海军左营军港的AAV拐 登陆操演 真是精彩万分 这就象征了陆海空三军 都具备了强而有力的战力 可以达成上级所交付的任务 不过 在提升战力的同时 具备敌情意识 也是成为好军人的条件哦